紅色火焰伴隨黑煙 空氣中瀰漫惡臭 垃圾山起火引發戴奧心疑慮 這樣的單靈遊現在附上檯面 身穿白梯憤怒抗議 他是桃園觀音大餐禮旅長 孔明聰 之所以氣得跳上桌勒吼 就因為他們的家園 正面臨世紀之獨 戴奧心危機 告訴我們拿來實在 你們這些垃圾工廠 先不及到我們拿來 我們非常期待 空閉正骨黑箱 讓三間SRF工廠進駐工業區 SRF是一種能源轉換技術 凹稱能將垃圾變黃金 業者先蒐集 廢棄物 經由破碎 攪拌等處理方式 造立成固體燃料棒 再以鍋爐燃燒就能發電 它的碳排量低 被世界各國譽為 能源革命新技術 近年台灣數多大廠 台宿 利利 永遠於 正隆等紛紛投入 而後越來越多業者 左地以慶林碳排之謎 分食大病 另外有一批業者一看 就認為說這是有機可乘 可以把很多的垃圾做成SRF 透過這樣的一個管道 環保署還像是鼓勵的性質 鼓勵他們成立 工部門鼓勵 加上燒垃圾還能創造能源 SRF廠遍地開花 目前台灣近半數 都在近三年成立 其中三家就選址在 陶科大潭裡土地上 但燃燒的垃圾 有沒有經過高規格篩檢 事關重大 因為空污帶來的傷害 日夜侵蝕健康 震風吹來還是會聞到一個味道 臭喔 很臭 所有的工廠完工的時候 我們大潭裡煙粥會有三四十隻 這種量一定超標了 你看有三十多隻 我們裡這麼小 洪里長帶我們現場踏查 建造中的SRF發電廠並排排列 從高空往下拍 還能看到環殼到陶科 大大小小的煙粥 環繞民宅觸目驚心 滷到邊蓋一樣也動彈附附 我去拿了 去共倉啊 對啊 我們去拿了 有安了嗎 動彈 動彈 動彈出來 坐在門外 滿臉憂愁望向天空 83歲的徐老太太 見證一座座發電廠焚化爐 朝著住家席捲而來 而其中一間SRF廠 警鈴自己就只有100公尺 讓她擔心的是 在管制措施不夠嚴謹下 工廠建成後 她的生命財產 後代子孫 將受到可怕威脅 只要是PVC的話 它裡面就一定會含有氯 的這樣的一個成分在 那它如果在燃燒不安全的狀態 底下 確實就會非常容易去產生代號性 不管是塑膠 醫療廢棄物 所有的骯髒東西 丟進去燃燒 政府一直強調這個是力能 絕對不能成就力能 它是一種分化爐 SRF的製程規範相當嚴謹 以歐盟來看 最高標對含量需低於0.2% 但台灣的容許量 卻取最低標可高達3% 不但法規搜散 製造商一度僅憑書面審查就能設立 製造出來的品質 當然兩右不齊 調查中心綜合報導